哈囉 大家好 我是茶禮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是燙頭髮的教學 那主要就是把我這樣的稍微短的直髮燙成短的捲髮 那首先第一個步驟呢 我先說一下 我現在是剛洗完頭 那洗頭的時候我就是用洗髮乳 然後潤髮乳 然後我在吹頭髮之前呢 我自己會使用這一個 這個是我在跟我的髮囊的設計師買的那種乳液 就是你擦完它以後頭髮會變得非常的不毛躁 然後吹乾以後呢 首先另一個步驟就是要用梳子 把頭髮梳開 然後我用的這個梳子是Tango Teaser 就這個梳子好用的地方就是它在梳你的那個頭髮打劫的時候 會比較不痛 然後也很方便時代 所以我就一直用了蠻久的 那用了一兩年了吧 這個 好 那頭髮出開以後呢 就可以開始來燙頭髮了 那我燙頭髮的工具是這個梳子夾 那我用的梳子夾呢 是這一個GHD Gold 就是GHD這個牌子 型號是Gold 然後是整個這樣子 黑黑一根這樣 然後這一個方便的地方就是它預熱30秒就很快就好了 所以就每次出門很趕之前呢 就可以很快的燙好頭髮 那如果你比較高剛的人呢 你可以自己把頭髮分成兩層 一般人都會這樣子把頭髮綁下來 然後分成兩層 然後就是先燙第一層 再放下來再燙第二層 可是我本身很懶的關係 所以我就直接不管372C直接燙 就只要看起來還OK就好了 第一個步驟呢 就是先抓出一小撮頭髮 大概這樣子就好了 然後第二個步驟 把梳子夾插到中間 然後記得梳子夾的角度是要像這樣子 大概是45度角 就不要到這樣 也不要到這樣 要這樣 就是45度角 好 這個是關鍵 然後梳子夾這樣子夾下去以後呢 就開始捲 然後一邊捲的時候 要一邊往下拉 然後就拉拉拉 這樣子 好 你看 這樣子 就是差不多一兩秒就直接這樣子拉下來 就燙完成了 就千萬不要停留得太久 因為停留得太久 有時候會太圈就不好看 所以你看 第一層這樣算成功 然後你就開始 這一撮燙完以後呢 就開始從它旁邊再抓一撮 然後跟它反方向的燙 還是一樣記得關鍵的45度角 那剛剛向內捲 現在就要向外捲 然後一邊捲的時候 一邊往下拉拉拉拉拉 這樣子 好 你看 第二桌也是結束了 那因為我剛剛說 你看 我第二桌的時間 拖得比較長 就比較Q 所以對我來說呢 我覺得快橫組 蠻關鍵的 好 繼續 跟剛剛一樣 找出旁邊的一桌 然後都是反方向的捲 像外捲 這樣子捲 好 我再重複一次 第一個步驟就是抓出一桌 然後再用45度角這樣夾住以後 就開始捲 OK 那一邊捲的時候 enough 然後就結束 然後說就一直這樣子 重複重複 就是每一出的方向都要不一樣 可能是外內外內 complete 一直這樣子枕頭捲完 好 那我現在就開始捲了 快轉 好 那我枕頭燙完以後呢 你看 現在旋轉給你們看 就是一個還蠻整齊的角度 可是先不要急的去抓它 因為你看我頭髮這樣子撩起來以後呢 你看我的裡面這一層 它還是直的 所以我趁現在就會燙一下這個 就會燙一下這個直的地方 那我喜歡後來再燙直的地方 是因為我不會全部都燙 我就是很偷懶 看起來有一點彎彎的就OK了 我用到枕頭都很認識的燙直 但我比較省時間 然後還是一樣 技巧 45度角 這樣子 技巧還是一樣 45度角夾住 然後轉 一邊轉一邊往下拉 好 結束 就是我只要這裡面這一層有一點彎彎的就夠了 不用到真的非常的捲 好 然後你看我的枕頭 都燙捲了以後呢剩下瀏海 那我的瀏海呢 給你們看 我現在就處於一個尷尬的狀態 那這個時候我就直接把瀏海加彎就好了 就這樣子一個C字的彎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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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來就是下瀏海 好 然後再把這個這樣往下 瀏海的地方就結束 那瀏海我覺得可以這樣子剝開 這樣子 比較可愛 或者是把它吹一邊 好 分 這樣 用手 然後 都行 就看你喜歡怎麼樣子 那看起來好像有點太狂野了 好不管 總之呢 最後很重要的一個步驟就是定型 就是現在頭髮非常的捲 對不對 就是不要擔心 先用手稍微這樣子 撥一下 就是非常溫柔的 撥一下頭髮 以後呢 就來看定型的 那我的定型的呢 使用的是這一個 這個牌叫做 我會吃法文的 YES的意思 然後它是專門給 捲髮用的定型噴霧 因為一般的定型一噴完 就會覺得超硬的 就很僵硬 可是這個 定型噴霧呢 給捲髮用 它不會那麼僵硬 你的頭髮還是會 短短 可是 還是會有定型的作用 就這樣子 好的 現在人跑來外面 因為這裡比較亮 廁所比較暗一點 然後我現在就是把我的 瀏海給 往旁邊撥 因為我覺得 這樣看起來好像 整個人比較清爽的感覺 不會整個人 就是被這個捲髮蓋住 然後你看 現在差不多過了十分鐘以後吧 這個捲髮就已經變得這樣子 它會變得比較直一點 就比較自然 然後越到下午就越直 可是這個直 還是是很自然的那種隨性的捲髮 好 那就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囉 然後我覺得 這種 離子夾啊 就如果你看了影片 想要自己去燙的話 就自己練習 一定要多多練習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大概 至少練習了五六次 才會燙得比較好看 因為一開始可能會燙得太捲啊 就很醜什麼的 可是其實後來 多練習就可以掌握技巧了 那就希望你們會喜歡囉 我們下次見啦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喔 掰掰